重庆十名官员因涉淫乱视频被免之后 最初爆料重庆北培区委书记雷正赋淫乱短篇的 人民监督网记者朱瑞峰揭露 仍有涉案高官漏网 包括部级高官 周日 朱瑞峰遭重庆警方跨省团换 28日 朱瑞峰在律师的陪同下到了派出所 接受了近7小时的询问 28号下午6点左右 朱瑞峰离开了派出所 他在微博中说 被重庆警方询问了6个多小时 他们坚持向我索要重庆官员证据 索要我新闻线人的资料 我说我宁可坐牢 也要保护新闻线人 前一天傍晚7点多 朱瑞峰家门外来了5名警察 说找他谈事情 他觉得可疑 拒绝开门 9点多 新唐人记者致电朱瑞峰 他说 5名警官已离开 让他28号9点半到派出所 28号中午11点左右 朱瑞峰在代理律师王鹏 张凯 城海和李和平的陪同下到派出所接受传讯 出面讯问的有北京公安和重庆公安 近7个小时的讯问期间 外面聚集了大批媒体记者和网友 朱瑞峰告诉新唐人 警察说他是证人 要他证明利用美色引诱偷拍官员淫乱视频的重庆建筑商 萧叶等人敲诈勒索 他说 可以给警方举证萧叶等人行贿 24号晚 10名重庆高官和国体高层 因涉雷政府淫乱视频被免之后 朱瑞峰透露 他手里还有重庆高官的淫乱视频证据 他说 实际上重庆警方在抓捕萧叶等人时 已经掌握了这些证据 但警方彻底销毁了侦查卷 另外这几位官员 在他是2006年和2007年这个期间拍的 他们的官职都被雷政府的官职大 其中一位现在已经当了部级干部了 最近我接受国内某家著名电台采访的时候 我就拿出这个视频 我邀请著名主持人来看这个视频 我说你来看看 帮我认定一下这个贪官是谁 22号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使言 反腐要老虎苍蝇一起打 朱瑞峰手中的大老虎淫乱视频 引起了重庆有关方面的极度恐慌 28号晚间 负责侦办宵夜案子的重庆专案组负责人向媒体证实 他们确实派了警察到朱瑞峰家核实情况 并调取相关证据 北京律师李和平透露 重庆警方要求朱瑞峰交出视频证据 不交就被指是涉嫌藏匿证据罪 北京律师唐吉田指出 重庆警方的这个说法没有道理 因为朱瑞峰不是涉案人员 法律有权保护新闻线索提供人 他是作为一个公民 掌握一些违法官员的犯罪线索 警方又没有对这些人采取其他的强制措施 或者是说涉案侦查 他向谁来公布 向谁来提供 他有自主权 如果相关人员也好 或者是警方你觉得这种披露 可能违背事实 那你要说法定程序去解决 而不能说像重庆警方这种跨省 跑到北京去对朱瑞峰 进行这种所谓的问话 或者是其他的带有威胁性质的这些举动 唐吉田认为 警方的这种做法 更多的是为了保护 已被揭发或将要被揭发的官员的非法利益 他质疑 这些警察是为大众服务 还是为少数官员服务的 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指出 朱瑞峰的事情 很显然是重庆两个派系的争斗 一派想把事情做大 一派想把范围缩小 共产党的这个政治体系里面 权力体系里面 出现反护的情况是不足为期的 重庆市公安局给朱瑞峰视频那个性能 我觉得不可能找不到 他可能是想让朱瑞峰 把手上的东西全部加上去 然后避免进一步扩大 目前 淫乱视频涉案女主角之一的赵宏霞 因偷拍淫乱短片已被重庆警方控制 肖叶等人也被判重刑 在我们的父母上判重刑 请好准备 好准备 我们下个月之后 我下个月之后 squeezed到 我们下个月之后